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否车一点 OK 大家好 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星期一 好事是6日星期一 12月6日 6日日就保留下 把全部的东西放下去 在八個月上 星期五或六 除了星期五 美股跌了反弹 港股又打了一些關斗 也未穿越初的爛 那最後就是打關斗 中概股大概是兩個字 血洗中概股 尾盤血洗中概股 接著就順手把蜜蜜也使用 蜜蜜蜜那邊很明顯地 又是那些合約的禍 大概殺了50億 每個統計數據算回二十多億 無論如何都說殺了一堆 五萬五殺到四萬二 我和你那些的蜜蜜蜜掛了 知道嗎 我知道 我知道 無論如何你做零下零下都會死 我告訴你 玩著玩著都會中槍 做一兩倍是可以的 你多於兩倍 你做兩倍 你遇到腰斬也不用死 你都剛好沒事 你不夠兩倍的話 如果真的出現腰斬的情況 大家都會死 腰斬就沒有了50% 你已經完全看錯了 但那一天都成20%多 都很誇張 是 20%很誇張 由它跌那一刻就8% 你從高位計算差不多 只有38% anyway 不論如何 我們都要面對事情發展 我們先分享一下今天的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死亡報告 死亡報告 好 有死亡報告 不是那天說完全死於非命嗎 死於非命 但是 無論如何都會作出一些東西 即馬後一定會有些炮 都是那幾件事 因為擔心它真的會減少買債 對 即是環球 傳統金融有影響 以往就是因為它不斷印銀子 QE出來買債 多熱錢 所以就撐起虎幣市場 現在可能會退市 通脹又這麼高 那麼升加息的機率又大了 那麼接下來 月中FOMC又怕有些不明朗因素 所以市場就比較脆弱 一穿就大家都雞飛狗走 傳統解釋 不需要多說 傳統解釋 這些是傳統解釋 那就是 走回傳統金融又 我一直都說 很難獨善其身 如果美股大跌 那些人手頭有liquid的資金 包括金 現在這些蜘蛛也是liquid的資金 是 比較高一點 好一點 他都可以扔出來套現 拿來買股票 是 因為 既然 氣居補稅也好 無論如何 無論如何 一定有這樣的事情 是 這個都沒有口飛 那天在很短時間之內 跌到下去 平均價是42,333 423,333 就是第一 聽到3條3 我很害怕 那當時估計清算了 大概25點多億的美金 在當中 有85點多是long 即是在升的時候被清算 在那24小時 即是斬了long contract 當然也有些是short short了那些食戶 那些都是liquid的 可以這樣說 對 還有有些真的衝到下去 還在狂踩 他從421抽出來 那下 也有一些short的打白 即是 左一巴又一巴 左一拳又一腳 是 又說回 例如DeFi裡面 那個TVL 原本是2400多億美金 是 跌了下來 現在只剩下 沒有了三百多億 沒有了 如果用BDC Base Relator 沒有10% 都起碼 所以很正常 只是那個幣值 跌了 是的 但其他又不是跌得很厲害 不算跌得很厲害 都跌了 但是反彈得可快 我們現在叫做Cross Rate 是 是 也要提一提 就是 由6萬9個高位 歷史高位 是 跌到下去 最高 最低 跌到42,300 跌了 差不多 不夠39% 0.382回套 是的 0.382回套 其實可以說回 在2017年那次牛市 由低位上到最高位 總共經歷過6次大匯條 是 6次大匯條 當中又變有 有4次 是38% 4次 即是0.382 很技術 可以做出來的 另外那些是33% 29% 這次 所以其實又是跌38% 又不是真的跌得很恐怖 都是一個可接受的範圍 都是那句 就是 阿世亞多總統又出來 我又買 你又買 Great Scale 我又買 你又買 都是大件事 Great Scale一說自己買 又PK 又中槍 每次買完之後 當然要過他買的價位 才有新高 你已經說到 薩爾阿多總統 立即出來說話 他買了低 立即買了150隻 當國家買了150隻 不知道什麼價 平均價48,600 48,600 這150隻 這150隻 48,600 他還在笑 早買了7分鐘 否則就買到 42,000 其實這個項目是 這個國家 他真的不要得罪美國 得罪美國 就玩到他失魂 你看 把你放下去 我真的 這個問題是 當他的國民 正在用BTC 去找某些 一些產品的數 或是拿某些 surface Fructuration 這麼大 其實是很嚴重的 很嚴重的 我們從另一個 情況 從另一個角度去看 你現在差不多 在賭 國家命運 如果BTC 真的 他真的沒有命 他又不是全都轉成BTC 他兩個人一起 BTC 是很少量 OK 比起土耳其 整個國家跌了50% 他只是用土耳其來拉 那些東西更加嚴重 上次沒有提到 就是蘋果 Apple 他宣布無限期停止在土耳其官網賣蘋果手機產品 哦 原因就是價錢 因為規定一定是官方不可以用其他貨幣 你又一定要用你拉 他又不轉那個價錢 現在蝕著賣 他就不賣 所以現在當地的民眾 是不能在官方的渠道賣到蘋果的產品 但是我剛剛前兩天看到小米 不知道是不是舊時候的廣告 還是新廣告 是 就說他在俄羅斯 是 其他的東歐國家 是 就算非洲也是 是 他那個銷情很好 他玩的那個 現在是玩一個叫做小米home home小米 即是一個智能家居 全都走到智能家居 是 所以小米上了當年的時候 我也說過 他的智能家居 這個可能是他未來一個很重要的踏破點 當然他也是走著 有少許像Apple 他也是一個語音導航系統 等等 他請了一些expert都很好 我剛日也介紹了一些 所謂的專門做vise simicist 那些專家 其實每個人都是高手 就是小米其實在科技創新 或者在整體的融合上是很好 但是目前只能夠打入俄羅斯非洲市場 歐洲他不能進入 是 有很多issue 即是市場足夠大的 而且最主要就是 我以前也跟朋友探討過 你有了這些智能家居 另外一件事就是 就是家居健康 即是如果家居裡面有老人 可以通過一些sensor 或者朱尼 這些家居產品 可以做一些更加深入的家居健康的服務 是 Anyway 那些是長遠的說法 又不是我們要Forg 不是我們要Forg 我們要炒那些股 不過提一提 那天跌到42000多的時候 這個火幣 因為火幣有兩個交易對 BTC 有對USDT 有對USDC 對USDC的交易對 是跌到28800 28800 不過其實這個要看清楚 不是合約跌到下去 是現貨跌到28800 那為什麼呢 因為USDT的交易對 24小時成交兩地20多億 但USDC的交易對 一千多萬而已 零點幾個百分比 沒有什麼人用USDC來交易 可能有一個人稍微大 騙一點點 那天懲急 也不知道斬到哪裡 本來可能他想在USDT放 打漏了T 就去了USDC 一放 就把價格推了下去 那就多謝阿哥了 但是火幣是Global 是Global 這些事情都無人無知 在現在這樣 已經這麼健康 或者這麼穩定的環境下 雖然一定有震驚 但是這些這麼驚人的 的價格 是出現到 是十分之不合理的 現在全部很電腦化 很工智的 很難遇到一個人 因為我看過 四萬八的時候 如果我拿十二隻Bitcoin出來 在那裡放下去 就已經可以把價格推到四萬二 如果我有錢買八隻Bitcoin 我以為四萬八炒到五萬八 一口價 因為它很小 只是在那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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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Anyway 有些是死亡報告 是 第二件事呢 第二件事 不是好事 就是有一間交易所被Hack 那間叫Bitmark Bitmark M-A-R-T B-I-M-A-R-T 那是一間在 Cayman Island 住冊的交易所 其實它有四個辦公室 一個在紐約 一個在大陸 現在應該刪除了 一個在香港 還有一個辦公室 就是在首爾 Soul 是的 那這間店那個 那些必密的 那些韓仔很流行 那它就排第三、四十左右 如果計成交易 不是很大 那它就 有一間 那些 資安公司 就發覺 它的Hack wallet 有不尋常的 幣 就被抽走 那時候 估計就抽了 已經一億美金的幣 那一間 一般的幣 是的 那這個Bitmark 他就發聲明出來 說沒事 沒事 不是 不是 但是一說不是 沒多久之後 一出來都說是 中了 那它就說 被人拿走了 一億五千萬美金等值的幣 那一間資安公司 就說它 差不多不見了兩億 那有多大 它24小時成交量 大概十億美金 十億美金的轉回 兩億就很傷 很傷 很傷 現在不知道 它那個 情況是怎樣 它之後是怎樣 報警是必然的 是 它現在就停了出入金 因為 還未找到 漏洞 是為何會被人 拿走 是的 但是那個情況 就是 它兩個Hot Wallet都有事 就是這個ERC的 鍊上面那些幣 以及BSC的鍊上面那些幣 兩個錢包都出事 每個都被人拿走 一億 然後 就在那些 One Intra那些地方 就馬上把它變賣 做Ethereum 那些幣 全部變成以太幣 之後 就丟到洗衣機 Tornado Cash那裡 已經乾洗淨 就碰走了 應該是很難追得回 Tornado Cash 是 真是很有名 有點像風暴 沒錯 龍捲風 龍捲風 不知去哪裏 是 大部份 那些人 洗錢 都是用這個 服務的 貴不貴 其實不是很貴 一兩個百分比 唉 那些監管機構 搞到你頭大大 沒什麼辦法 那間店 它自己有一個平台幣 平台幣 平台幣 不是跌很多 跌了17%左右 低位有反夥 但它夠不夠能力去回復 它有沒有保障 這些東西 然後就會出現 是 那它就說暫時不會 它在哪裏 Cayman Island Cayman Cayman 那些東西 大家明白了 都不需要多說 它說是倒閉的 大不了 舉手 不好意思 我被人搞了 一條英雄 一條英雄 可能自己拿著軟件 再重新開過 然後這裏陪陪就無給你 對不對 沒有了多少 就多少 只剩下多少 公司就攬炒 現在是說 安全的剩下 那些 它都會負責 它說 但你偷了那些 Hot Wallet 它說 其實 它都賺了不少錢 如果你兩億都說 可以撐住 正常 以前幣安 試過這些情況之後 一般的交易所 不會放太多 Hot Wallet Hot Wallet 應該佔它 所有貨品 大部分都會少於5% 對 幣安是3%左右 所以 如果Hot Wallet 當它沒有了 那這裏可能 都會沒有了5% 理論上 是要用時間 不然每個人都一起拿 就死了 OK Anyway 就這樣 第二件事 沒什麼話可說 還是 道也沒有道 繼續有道 全部都是道 天下無賊 就是假的 一定有賊 第三件事 還有一件事 想不想成為百萬富翁 是 Millionaire 是 就是 Solena公鏈 Solena公鏈 被人找到有漏洞 噢噢 被人找到有漏洞 沒有人有損失 放心 那漏洞是什麼呢 其實每一條公鏈 都會有些 Documentation 就是它做了 一些功能 大家可以用它的功能 用來抄 用來發展其他項目 一些鏈 Open Source 其實前幾個月 人們都找到 有少少問題 但是 沒有人去證實 因為當時的問題 都未真是一個問題 是怎樣呢 就是說 如果我在那個鏈上 做一些交易 我用A幣換去B幣的時候 A幣換去B幣 在同一條鏈上 對 換 每一隻幣 都有一個小數點 不知後多少個位 最後一個位 對 那最後那個位 怎樣處理呢 因為你有一個交易 計算下來 它後面未必是齊頭 是 最小的位 它就會採取 這個四捨五入 這樣去做 是 如果 例如去到最後 那個位 是1.5 它就會變成2 是 最小的位 小數後 可能8.0之後 是 1.4 它就當1 好像偷天悶日那部電影 我聽到 是 Catherine和 以前的Consolary那部電影 只是偷你最後的定點位 沒錯 以往都沒有人去理 因為 你要用手續費 你才可以做到一個交易 那手續費 可能你那個 四捨五入的位 是幾百倍 對 五九倍 但是如果 現在的價錢 這樣升上來 比特幣這樣 是 他們計算到 如果 它真的做一次 如果 比特幣這樣去轉換 可以有 0.047 即現在大概是47,48 有0.047 美金的進場 4千多美金的進場 嗯 這樣 一日一千次 這是一個 不是的 這是一個交易 嗯 那它一個 指定 一個 一個交易 可以有 一百五十至二百個 一百五十至二百個 等於是 一下 這個可以同一時間叫你做二百次 其實一個交易 可以統你七個半美金 哦 一秒鐘 可以同一時間執行三百次 哦 其實 如果真的要用這個 一秒鐘 可以賺兩三千 美金 對 對 所以 一分鐘來計 好 那怎樣自負 一分鐘 一分鐘就可以賺到一百萬港幣 如果你可以寫到段曲 去做這件事 哦 OK 現在有人發覺那些流動 發覺到 那 那些資安公司 真的運行過 它是可以在 用了一個小時時間 就統了兩千多萬美金 啊 就是Tesla 它不斷這樣運行 一分鐘就三百多萬 那你的Tesla 去做運行的話 你會不會放在 真正的網路上 對 所以它便公佈了這件事 那 發覺原來有很多 一些項目 其實都已經修改了 那 還有幾個比較流行的項目 呢 還是有這個漏洞 嗯 但是呢 他們應該在週末都已經修復了 嗯 那現在這一刻 那即是沒有機會再做百萬富翁 不知道啊 大家可以再 即是經常都找些流行 天下無賊 剛才講的天下無賊 那其實 即是你知道這條鏈上面有這件事 那可能 其他一些鏈 你認識 其他一些鏈 其他一些技術 未有這麼能力的時候 就有這樣的機會 是的 有的 即是千年蟲 偷你最後那個定點後 不知道多少位 是的 即是 我告訴你人真的很聰明 你講這件事 我講個故事給你聽 我聽一個朋友說 他有一個同學 在倫敦 是 倫敦呢 在 在早年已經開始做 Crypto 和Euro 的兌換 嗯 即是比如BTC Crypto 或者某些 currency 和Crypto 兌換 你知道我們有炒 他有兌USDT 有兌美金 是 原來有些人就這樣做 Arbitur 就是Crypto 兌換 EUR 然後Crypto 兌換 美金 然後做Cross Rate 那你就變成 EUR 和美金 或者Crypto 和磅 EUR 和磅 就會比對現貨價位 有差異 是 那就可以偷的 嗯 跟你的概念一樣 這個年輕人 聽聞 聽聞 是中國人 是中國人 聽聞 短短三個月時間 自己出了一步 全新的法拉利 嗯 你明白吧 雙倍的法拉利 就不止有一部法拉利 是 所以 只怕你想不到 沒有做不到的事情 大家 發揮你的 超級無敵小宇宙 雖然未走入元宇宙 先去發揮小宇宙 OK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好 股票方面 看到港股就低一點 低一點 都是麻煩的 我相信下星期 下星期就 下星期就已經開始靜 我自己看 下星期我看了15日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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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開始靜了 趁著市比較靜的時候 希望市上下下下 看看有沒有上下 的空間 在傳統金融上面 就比較好些 可以在虎幅上面 可能會比較快 大家自己收拾 OK 請請 Facebook的朋友 再見 明天再會 拜拜